拳套最大,拳力最小,咱家部的未来真是太光明了,打人都没力气,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假面骑士,看看别人家这些拳力特化道具,那是一个比一个猛哦 一,克洛兹熔岩铁拳,出自假面骑士创起,是战兔专为龙我开发的,直接套形强化道具,一是他最终形态的变身道具,不仅能用来变身一种专用沙包,还能单独插下来当武器使,通过熔岩铁拳上方的凹槽,置入各种满装瓶罐导入成分,可以极大幅度提升拳击处理,一拳一个救世主,而使用该道具变身的熔岩龙形态,自然也是拳击特化形态,全力达到足足56.1吨,是28个加部速打拳套总和 还多,再加上龙我的身份,是前职业格斗拳击手,规规,这1加1加1发挥出的,可就不止3这么简单了,有10分甚至9分的强力,熔岩龙在创极系战力极强,除了黑洞射皮怪,列马人K薄,这类绝对顶尖站力干不过,其他的都是暴打或55K,原因在于他上线极高,什么危险班机情感爆发,一种因子等一大堆buff,全加起来谁都得吃一炮拳,综合来看,克洛兹熔岩铁拳作为强化道具,强度着实客观,二,格里斯暴 暴雪铁拳也一样,它是熔岩铁拳的衍生版本,整体呈暴雪状冰蓝色,同样由指定外挂商战斗研发,除了能力由熔岩转变为暴雪外,各方面功效比起原型都没有太大差别,可拳套品质不同,不代表人与人的体质,就能一概而论,大伙都知道,车别龙这屌人是有名的体育生,被他肉体操肥的怪数不胜数,熔岩拳套到手就能爽,海格就不一样,暴雪拳套在最开始,也是战斗给海格整的变身道具,但他此时已经过 过度吸入行为气体,一旦用来变身,必定肉体消亡,无奈之下,暴雪拳套只能作为武器,由龙我和海格交替使用,当然,子弹出唐哪有不命中的道理,海格到最后还是变身为了暴雪机身形态,该形态全力极高,左拳甚至超越熔岩龙,达到了61.7吨,作为三级最终,强度暴勾,三,袋子相机,相机,啥相机,巧言还有小明哥通话习惯,哦,大伙可能误会了,相机指的是这玩意儿 Five相机,全程数码相机型直接通缓武器,别嘎黑,真有相机功能,它搭载了光学2000倍变焦,与X射线摄影的暗示模式,是正儿八经的高功能数码相机,可话虽如此,巧言显然不是搞摄影的,Five相机平常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作为传宠使用,不管是健身格斗还是失望必杀,都威力十足,算是Five系最有特点的武器之一,跟暴雪荣原铁拳不同,Five相机并不能用来变神,仅仅只是权力特化武器道具,咱就是年不整花里胡哨啊 假面骑士史上最有罕金量的权力强化装备是啥?阿党首先提名一个怪物代扣,众所周知,几乎中的各类升级代扣装备,没有前中后期的说法,前期神器推进器,放在大后期照样是神器,看使用者断尾罢了,这怪物代扣正是其中佼佼者,他首先登场在TV第九集,出场方式和常规老头爆米不同,需要使用者将其从蛋里孵化出来,从视觉效果上看,和其他反品代扣就不是一个来物,称得上金色传说级大件,怪物代扣,顾名思义,能带给玩家怪物般的格 动能力,以及超强数值,一般装备在上半身,其具有特殊的冷却机制,体现在熊熊燃烧的瞳孔上,如果眼不睁开,就代表代扣随时可以启用,反之如果闭上,则代表代扣力量耗尽,需要进入睡眠,重新充能,怪物代扣的战绩非常豪华,胡神用他单杀过超巨大boss,直接赢得比赛胜利,有何用他变身过怪物大金牛形态,与英兽一起拿下园丁数数,甚至景和还用他变身五人派生,追着胡神跟打狗一样爆吹,足以见得这玩意的含 大金量到底有多么恐怖,五金刚印章,大多数人可能对他没啥印象,但如果我告诉你,技流用该印章强化后,全力直逼风魔尸王呢?没错,金刚基因组,正是来自于另核数值怪,假面骑士利维斯中的强化道具,印章中存有金刚基因,以及假面骑士细极的形象,最开始由一辉和维斯使用,变身派生金刚基因组,使用后会极大幅度强化万里以及权力,两万装备的拳套更是会额外强化硬度以及质量,除此之外,内部还配备钻机涡轮,既可以打 高速挥转拳,又可以发射火箭飞拳,远程打击,作为权力特化形态,可以说是远近截备,TVD42化,由武士兰老爹使用,变身成为假面骑士技流,金刚基因组混合强化武装,继承了标志性的拳套部分,权力高达104.4吨,与108.3吨的风魔尸王,仅相差不到四个架部的数值,等不等啥叫数值美,六,滚轮印章,同样出自利维斯中,定位和熔岩暴雪拳套一样,既是利维斯的变身道具,又是变身后的 手持武器,值得注意的是,滚轮印章虽说可以当作拳套使用,但它本身的主攻方向,却不是强化拳头出力,权力尽利维斯也不是专门打拳的,拳力仅58.4吨,相对于117.3吨的T力来说,就是正常数值,说回正体,滚轮印章可释放的必杀机很多,包括各类骑士拳,发射能量光束,召唤滚轴印章能量体,夹击敌人等,你知道假面骑士中有哪些权力强化型神器道具吗? 7.大行星满装瓶罐,除此假面骑士创奇,是东都20支瓶子其中之一,分类为有机物器,内部成分如其名字,主要是大行星,最佳搭配为钻石满装瓶,可一起变为星星钻石形态,该形态也是创奇最早登场的拍声,在埃克赛德大后期就已经首次两项,一上来就秒了卡密,随后于EA剧场版再次登场,直接压着帕拉德99级打,新手保护器恐怖如死,形态特点方面,右腕处装备了专5,BILD基础全套,将右全力提升到了足足25. 5.9吨,超过其他三只一大截,因此星钻形态的主要输出,也都是星星满屏类打,概率秒杀,了解一下,至于钻石满屏则主要提供硬度,在防御方面拉满,甚至必杀剂还拥有远程攻击手段,这下完美无缺满屏小子了,把全体软糖骑士宝藏,也可以叫外号苏打拳套,为类于追加点心变身武装,仅装备于加布右手部位,增强其手部力量,提升的数值甚至超越拍声,高达恐怖的整整一吨,使加布的全力完成从1到2的突破 开个玩笑,光靠数值体验不出小汤人对怪人们造成的伤害,苏打拳套虽然看着Q弩弹弹弹,打起人来可一点都不转弹,它极大幅度强化了加布右拳处力,可崩发出吸收,并增幅了拳击力的大号拳击,必杀机还可以发动特殊技能,一口气召唤附属拳套包围敌人,进行全方位肘击,传统功夫讲究的是一个化劲,苏打拳套的必杀骑士拳,虽然看上去没啥伤害,但实际在命中的瞬间,拳头里储 充存的所有能量,就已经一次性全部注入敌人体内,破坏了内在全部,懂了,寸劲嘛,杀过大的拳头打寸劲,真有你的哦 9.战骑全冲,是假面骑士战骑变身时使用的发生器启动药,自带阵主系统,触碰即可完成判定对象是否适合战骑系统,必须合格才可成功变身 变身后作为全冲使用也十分强力,命中敌人的瞬间,就会爆发出5亿伏的电压,强度堪比落雷至今 此外还能够产生强烈的电磁波,将目标的各类电子设备全部坦坏,算是科技系骑士的天然科兴 战骑本身也是权力特化骑士,几乎全形态的权力都是听力的两倍以上,主打一个炮拳拉满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,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评论区讨论留言,我们下期再见